六月二十七號 星期一的這個《惡魚談》 over the weekend 我想在美國裏面的很多的左膠 女權主義分子 一個二個大愛包容人 個個個都叫苦連天 哭到死老爸都那麼滿心傷 呼天怨地 淒風卑雨 怎樣解釋呢 因為他們個個都覺得 人權受到踐踏 女權主義大對車 以及這個女性地位 被人踐踏到爛泥爛屎 總之就不甘惡 我們的身體 我們自己自決 怎麼容許我們女人 處決自己的身體 這樣的情況 大家如果有跟貼這個時事 跟貼這個世界的大使 或者美國裏面的新聞 都智能得到 美國的最高法院就是拍板推翻了這個羅素韋德案 這個在1973年 已經立了法的聯邦法案 推翻了之後 代表了什麼呢 換句話說 所有的stater 你們都有這個權利 去選擇在你們的省份裏面的這些女性 如果她進行這個代胎 是非法還是違法 或者是合法 又或者會不會呢 就是你會設定一些condition 一些條例 譬如 女人的子宮裏面的胎盤 受精了幾多個星期 懷孕了幾多個月 過了這個時間 你就不可以進行這個abortion 墮胎了 否則就是屌里露面 全部都是違法和非法的 屌里露面就是 混蛋就會有trouble 而推翻了這個羅素韋德案 換句話說 Mississippi 立刻就可以拍板決定 在它省份裏面進行墮胎 視為非法也 大家都可能會問 為什麼這個行久了1973年 到現在起碼都50年的聯邦法案 現在其他的這些省份不肯再需要 就會再理解 跟隨呢 原來就是因為這些大法官審時度勢 再看過這條羅素韋德案 究竟有沒有侵犯美國的建法決定 原來是沒有這樣的事的 OK 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 無事了慶 那條例出來又再看過呢 事源在幾年之前 2018年有一個女性團體 一個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就走去聯邦法院 最高法院決定要進行上訴 禁止Mississippi 他們要立法 如果過了三個月的懷孕期 進行墮胎就是違法 就是非法 他們就要告究Mississippi的省政府 有違憲美國憲法的精神 大法官當然要再看過 決定看完之後 以這個五票贊成 四票反對 決定根本沒有考慮違憲 而且六票贊成 三票反對 證明Mississippi有這個權利 立法如果墮胎就定為非法 當然Steven Joe 跌單車跌不夠 死去就看了個稿 慢了半秒 逐個字逐個字蹲出來 美國最悲傷的一天 當然什麼都不夠 譬如美國現在這個通貨膨脹高企 特朗普的問題 現在美國人權受淺大法官 站在一邊推翻羅素韋德案 甚至這個1992年的Planter Parenthood 這個Case 這個案子都被判斷了 即是說他不判斷了 全部都是你特朗普 全部設置一些事物架 擺了一些計時炸彈 設了一些陷阱 任命一些保守派的大法官 入了最高法院裏面 最後搞我們的 現在就是這樣 什麼東西都是屌 你不要賴這個特朗普 你說多有全家屬 說得到明 你中了這些釘 設了這些事物架 容許這些極端的意識形態 就是可以繼續在美國裏面 強加在我們擁抱自由 這些自由民主派的頭上 那你也有得賴 那就沒辦法說 你也可以設定這大法官 你喜歡大愛包容LGBT 七條賓州也可以 移植的頭做天線也可以 你找到才行 如果你問我 我呢 我的看法就會怎樣呢 當然 一個是一個很困難的事件 但是美國的一眾左家 或者民主黨這些陷阱 一直以來都是支持這些 法案 什麼的事情 當然 他們的自由形態 他們是立黨 或者立派 裏面追求的一個意識形態 這一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問清楚 問到我 我說你老母 選票就大過一切 擺到枝琦 走到道吉高地 高一高 然後跟著就 准許墮胎 准你滑胎 准你滑胎 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你看看 美國的本土 不管是男人就是女人 一半男一半女 站在女人那邊 支持女人做什麼事情都好 完全不用負責任 然後跟著得到他們支持女權 你是女人 你聽不懂聽完之後 是不是都鬆無又鬆逆 你將選票 之後又會放在哪裏呢 大家都會心中有夠數了 是不是這樣說 現在我們看看 CNN有些數據 就是支持這個 當然 仍然在美國裏面 佔一個比較高的百分比 超過五成多的人都支持這個 而在曾經進行過 這些女性裏面 57%近成六成人 都是二十歲鬆 35%就是三十歲左右 而有9%就是未成年的人 曾經墮過胎的 有60%的人 現在都會有一個小孩 但是在這個支持 或者曾經贊成 那裏面的人 只有23%的人 有五成的人 整個左右 是完全受的教育 就是Ugrad 就是樓下 或者是一些 貧窮線 拿貿易 收入不多的人 這些人口 那就是換教育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有很多人 其實如果是支持 abortion 可能是生活 不是那麼好 受的知識教育 水平就是麻麻 那就是為什麼 其實換教育說 如果你們容許 吵你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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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進行abortion 其實世界 都會有些大亂 我當然會再 elaborate 我為什麼有這樣的看法 首先利生一件事 在我的宗教的背景之下 當然是反對 扼殺這個生命 每一條的生命都要受了尊重 但是當然是要自由開明派的 去想到這個世界 世界當然不會只是黑和會白 當然也會有一些灰色的情況 譬如怎麼說呢 一個不小心 夜行少女 吵你腦尾 給一些色魔奸劫 然後無限中出 弄大個肚子 那肚子裡面的業種 是不是要留下呢 留下了出來 就會帶給這個女性 終身受領到 被人強姦中出 吵你腦尾 然後他爸爸的強姦犯 就留下這個業種在他的肚子裡面 人性的吵你腦尾 之後走下去的路 多難走 這個創傷 看到他的吵你腦尾 他的 offspring都會很不舒服 這樣情況 是不是要考慮幫他進行這個abortion呢 又或者有些老朋友 天生 就是子宮可能不肯健全 又或者有樓 有成成 勉強懷孕 真是分分鐘 要兒子就不肯要娜 要娜就不可以要兒子 隨便要一飯 這樣是不是都有一個權利 他去決定究竟自己搏一搏 沒有人撲 生得到兒子 生不肯到兒子 兩個母子都要吵你腦尾 又或者兒子出了 他自己就血崩 吵你腦尾 就不肯回 去想到這些情況 是不是可以一刀切 一定要吵你腦尾 不肯準他墮胎 再不肯是 日本ab業界 吵你腦尾 近身培育 看得這些片多 電夠了 兒子吵老母 生弟弟 在家裡玩一些亂倫的事情 老爸的女兒生了妹妹出來 又是自己的女兒 老母子給兒子強姦 吵你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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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情況 是不是一句 准abortion 不准墮胎 就可以輕輕長大 所以 應該要吵你腦尾 有些規管 也吵你腦尾 有些個案 其實要審慎去決定 然後決定可不可以 讓他做到這個abortion的情況